当管理者帮你的课程审核过了之后 你就是这一门课的老师 你对课程的一些设定 你必须要了解 在 我们的 网站的右边 你会看到 如果你是管理者 你会看到 修改设定 课程管理 这里有一个课程管理里面的修改设定 你是这一门课的老师你就会有这个权利 按下修改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 设定 第一个当然有名称 你可以改 简称 在课程申请都有提过 课程类别 这边有显示 你这一门课是不是要显示 有时候你在备课的时候 你会选择我把他关掉 只有 教师可以进行备课 备课完毕之后你才会 可以 再选择开启 那学生不会看到说 老师的课程 只备到一半 还是说有其他 不应该让学生看到的部分 让学生看到 这边是把整门课 要不要显示出来 开始的日期你可以定 你要的什么时间开始 课程编号 你自己选择要不要输入 这边没有 一定 要你输入 课程摘要你可以简单说明 如果你有说明的是一个档案 你可以把档案上传上来 那其他的呢 课程的格式 我们有两种格式 一个叫主题格式 一个叫周次 这是我们最常用 当然其他的格式你也可以用 那像在教室里面 我们一学期有20周 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 周次来做 那像我这个 是属于 有 主题的 我每一个 每一个大项主题 内容都不太一样 我用主题格式 那这边有周次跟主题格式 那如果你是一学期 你可以选择 我一周 每周每周的课程来做 那这个时候你的周次 你就可以自己输入 或者是选择你需要的周次 那我们这边给的周次还蛮宽的 给到52周也就是一年的分量 这相当好用 这边 要特别注意 隐藏的单元 单元以折叠的方式呈现 那预设就可以了 这边课程编摆 外观 要不要强制使用预设的语言 那我们预设是正体中文 不强制也无所谓 他会按照 使用者设定的 资料来做选择 如果你有发布新闻 课程有发布新闻 你要显示几则 要不要向学生显示成绩单 预设是要 显示活动报表吗 这边是否 看你要不要 把它打开来 档案上传 我们平台是可以档案上传的 那目前都把它射到最高 就是上限600mm 系统我们系统设定上限600mm 这很大 一张CD了 所以 我们可以让 档案上传的大小 是 足够的 访客可不可以浏览 这边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课程 不想让 闲杂人士来看 那你就选择 不允许 不允许访客 好像我这个课程是公开的 那就选择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家长要看 可是他又没有身份 那这时候 你就 直接选择是 他就直接可以看 可是我又不希望 其他的 特别的 我需要是特定的家长才能看 或者是特定的人士才看 那你可以把访客浏览 选择是之后 加一个密码 那变成说 访客进来他必须输入密码 他才能看 所以我们课程是相当活的 可以符合最严谨的 也可以符合 相当open的一个状况 像我这个课程就是访客 给他看 也不用打密码 他就直接能看 群组 这边的群组 好用的地方是在科任 如果你教了很多班 像有些科任老师上24个班 十几个班 学生数很多 你不可能在每一堂课里面去看个几百个学生的资料 因为你上课的时候 总是一堂课只有 30几个 30个人40个人 所以这边你可以设定群组来做 角色要不要更名这我们就比较少去异动他 最后 如果你都设定完了按一下储存 如果设定错就按取消 不会储存 这样子就完成课程的设定 我作词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